請各位到雲端上面 大概有幾個東西給各位 有時間可以先看一下 在我們的雲端的APP 這個第一階段過了 再來就第二階段 APP開發 APP開發裡面的話有哪些重點 第一個 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的那個APP部分 這個APP 所以點這一個 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有雲端講義 第二個的話有雲端的練習檔 第三個呢 雲端的白板 反正就有這些東西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把練習檔先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的話 基本上在這邊 請你先下載第一個 就是網頁轉APP 總共會有實體的練習題 那當然我們時間沒辦法全部做 你把它解出來之後 會有那個 這邊有一個是 這個 你把它解出來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 大概會有幾題啦 我覺得 可以拿來當練習題的 像這邊把它解出來 就會有一個叫DW4 CS4的範例 那這個是 一個 Dreamweaver的證照考題裡面的題目 那主要是考什麼 早期是 就是原來是考那個網頁設計的 那拿這個來做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點就是說 他STD裡面有一個參考答案 打開來看一下 基本上比如說像這個第一個 他原來的網頁打開來類似像這樣 這個是一個單頁次的 那我要如何可以快速的把像這樣一個單頁次的東西 把它轉成APP 轉成APP 那你們第一個要先構思一下說 到底 網頁 跟 那個APP有什麼差別 其實 特別注意喔 你們 轉變成手機APP的時候 因為你 滑鼠本來是尖尖的 它其實很好 還有滾輪嘛 那可是你把它變成在手機裡面的話會遇到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那個按鈕你不能太小 滑鼠點得到但是手不一定點因為手這麼大一隻嘛 你要點要點要不好點嘛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就是字也不能太小 你要字把它放大 還有呢相關的那個 跳躍 比如說你如果把這個東西呢 直接給 一般手機操作的話 他其實看起來也會蠻蠻辛苦的 所以我們可以 把它轉變成手機的APP 那轉變出來的話 各位可以從那個手機APP開發裡面 的雲端白板裡面 可以看到在 102這邊有102011的有沒有 我希望做出來的畫面 長的就類似像這樣子 一樣在上面放一張 原來的圖 然後呢 底下 因為我把 原來的網頁 你不要全部都放進去 我希望把它拆成 三個部分 那三個部分的話呢 一般如果你在手機裡面應該很常看到有沒有 大大的按鈕 那大大的按鈕的話 這個叫做 尋覽列 所謂尋覽列 其實就是 Netbar Netbar的意思是說 它可以讓你去點 跳到另外一頁去 除了用這個方式之外 下方也會有個 List View 這個List View的話 它這邊有個箭頭 表示這邊有超連結 你一樣可以跳到 這三個頁面去 OK 那跳到各頁面去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會需要 底下的三個頁面 那你當然可以把網頁裡面的東西 摳過來 然後上方的話 可以有一個 比如說Back 其實你這邊可以放一個Back Back就回前頁 因為手點下去 可以跳前頁 或者是說你這邊可以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Home 可以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Home Home的話就回首頁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上面的圖示 跟 字跟顏色 其實都可以變更的 其實非常好 非常容易變更 那各位可以看到底下 這邊 有一個大大的按鈕 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這個後面我們會再跟各位做講解 所以 如何把那個 網頁 變成 手機的App 的第1階段 第1個大概這樣 後面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範例 比如說 有 106 也是一樣 只是說導覽列放下面 然後這邊有Home 有沒有 就是跳過來 上面有個圖示 Home 然後下一頁 下面也有一個導覽列 OK 類似像這樣 然後其他的話 還有像 這邊 這幾個範例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裡面的那個步驟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我有把那個完成的畫面 放在 這邊 然後那個步驟的話怎麼做 也會有相關的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 你就照這個步驟做了 反正裡面都有參考畫面 如果不是很詳細的話 到時候 也許我將來也會再放一個程式 上來 這第1個 第1個階段就是我們的範例檔 請各位等一下 先幫我下載練習檔 這這個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參考的 畫面 在雲端白板裡面都有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再來第3個就是說 我在 雲端上面有個放雲端講義 因為 我們上課的那個 時間 可能沒有那麼夠 所以有些 文字敘述說明的部分 請各位有空自己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有一些 講義 裡面的話有哪一些 比如說第1個章節 他有些觀念 開發App的新領域 那什麼新領域呢 其實以前 開發App都是用原生的方式 比如說用Android用Java 好像理所當然的 可是問題 用 Java來開發 很多人一聽到Java 就 退避 就嚇到了 就會覺得 好遙遠 算了 對不對 會想要 放棄 那有沒有什麼新的方法 當然有 如果你不用原生的方式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做網頁 你該 總該會做網頁吧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會做網頁的話 你要做App 就不是問題 那這裡面的話 會利用有一個叫 Framework 一些 他已經有一些套件 叫 Phone Gap 他可以幫我們做 這個Phone Gap 基本上他已經幫我們包在那個 Dreamweaver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Dreamweaver 其實就OK了 就可以幫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那裡面的話 行動裝置 這個一些理論部分 我想各位 可以稍微了解 那這邊講到Web Web的話 就是說 當然 你將 你在那個手機裡面可以看網頁啦 不過說真的啦 那個網頁 你看久了你也會覺得 感覺不是很喜歡 為什麼 因為字太小 格式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通常會希望 把Web改成App 那怎麼做 這邊有個混合式的應用 那這邊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 稍微理解一下 這邊有什麼 降低成本 跨平台 那實際上 他就是利用 幾個技術 他不是用Java 也不是用Object-C 而是用HTML5 加CSS3 加JavaScript 所以 這個恐怕 要比較了解那個什麼 網頁設計啦 其實跟網頁設計 的關聯性會比較大一些些 然後 這底下有相關的說明 讓各位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比較重要的HTML5啦 HTML5現在還在 更新啦 不過基本上 應該已經底定了 CS3 跟JavaScript 另外還有一個 因為JavaScript 其實他的撰解 非常麻煩 所以呢有個 這個JQuery Mobile的東西 他已經幫我們把什麼 JavaScript 再做一個包裝 所以呢 有很多功能 其實基本上本來要寫很多東西的 那因為他的關係 可以很快的幫我們做出效果 好 那再來就是說呢 在Dreamweaver裡面呢 也提供了 面板 也就是說呢 有一些功能本來要撰寫程式的 現在都不用了 因為你只要用Dreamweaver的話 我講過你可以不需要用 一行一行硬call的 他在面板裡面 就會有一個設定 你只要設定好 效果就出來了 不過坊間一般的書籍 好像很少講到面板的 我後來發現了不用自己硬call啦 面板就有了 所以我這邊也會特別跟各位講說 如何使用Dreamweaver 來設計 JavaScript Mobile 而且不需要寫到任何程式 不過當然有些地方要寫程式那沒辦法 不用寫程式的部分的話 就可以用不用寫程式的方式 可以幫各位做解決 裡面的話大概就 Phone Gap 那是什麼 我自己稍微看一下 其實他是跨平台啦 也就是說寫一次之後 在那個Android上可以跑 在iOS上面可以跑 在Windows Phone上面也可以跑 而且跑起來的效能 因為 現在硬體 至少都四核心以上 所以跑起來都蠻順的 但是早期 單核心就不行了 所以如果你手機還在單核心 如果你跑我們這個東西 就會卡卡的 是算正常的 但是基本上 應該現在沒有人在用單核心的啦 應該沒有啦 如果有的話你也想要更新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雙核心以上的 手機跑這個東西 基本上蠻順的 OK 所以裡面有一些相關的東西 自己稍微看一下 把它寫的 講得太好了 基本上 也有他一些缺點 他的缺點就是說 硬體資源 其實還是有點不太夠 所以像藍牙 像有一些硬體裝置 就比較不是很OK 那第1張第2張第3張 我想各位先自己看一下 那等一下先把那個 練習檔先下載下來 然後 下載下來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來看一下 就是說 如何利用那個 我們的 就是 範例 幫我們把它轉換成那個 App的部分 OK 對那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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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